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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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ViuWang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陳澤民Peter 我是Gladys李靖君 我是心玲李心玲 心玲Peter和Gladys平時都沒有交集 但在新戲《望月》裏面就演一家人 今次我在望月的角色 就叫做廖逸峰 我是Gladys的 哥哥 也是心玲的丈夫 各位 他們的組別叫什麼 不是 粉絲叫什麼 後 不是 前夫 各位前夫 關注了Gladys的朋友 大家留意 我是飾演心玲的丈夫 你們羨慕 你們羨慕 主要是 在這套戲裏面我和心玲雖然是 飾演夫妻檔 但是我們 沒有藏氣的 沒有交流 也未至於有交流 但是交流已經相對負面 兩夫妻的關係 已經到了一個近乎 缺烈的階段 至於我和妹妹 從小到大 很疼她 誰知道 那個銅石 到後面 對她有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想著 保護她 害你變成害死你 對 但是 沒有心 就是口心做了壞事 到你 我在裡面 飾演美真 就是Peter的妹妹 我們是一家人 這個就是我嫂子 那 就是這樣 清晰 簡潔 就是這樣 心靈 是 我在望月裡面 飾演的角色 阿榮 就是Peter的老婆 但是我們那個關係 就已經是 差不多離婚 是的 也都認識了一個新的對象 是的 你就戴了半頂帽 半頂而已 但是 但是就未戴完 因為 去到後期 阿榮就有些想 挽回這段關係 因為發現新對象 好像不太適合自己 都是一些混亂的關係 裡面 嗯 我發覺我近年 都和你的帽子 都有一個 幾個 不解之緣 原大帽擔當 是的 是的 我可憐啊 之前我有一個 網絡上的發明 叫做大衛六武俠 哈哈 這次又被 另一位成員 想給我帽子 對 真的糟糕 現實不是這樣 沒有 最重要是對付的 最重要是渾得快 千萬不要對付 隨都不要隨 對 不用隨這個過程 這件事 變成男人最痛 當然 當然 你覺得 如果女性 覺得自己另一半出軌 會有 他們是 那些叫做什麼 今天有乳癌 是呀 那些男人會覺得好嗎 只有那些男人 芯苓這次廚女下開拍電影 有沒有請教身邊兩位前輩 當然有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已經有說了 我真的很喜歡看你們演戲 IT9 三夫 我真的很厲害 我記得我跟Gladys說 我看IT9的時候已經覺得 這個女生演戲很自然 沒有什麼痕跡的感覺 Peter更加不用說了 三夫的演出簡直是非常之 慎愛大師 是一套很好的 很難演這個角色 你會覺得這樣也能演得到 所以在過程中是不斷偷思 不斷問問題 這兩位前輩這次真的飾演 影壇帶前輩李麗珍的一對子女 真心學到東西 跟珍姐的難忘是 難忘在就是她一開拍 但前幾天她就咬了個大柴 所以我們反而要整個 正正因為她大雙上陣 所以我們兩兄妹會對她的關愛 很貼近子女對母親的關愛 這樣 我也覺得 我不是幸災樂 但剛好她這個受傷 是令到我們這個家庭的感覺 是很快地建立了 而且珍姐的女兒 其實跟我差不多大 她有時候會說她的女兒 怎樣怎樣 她很疼她的女兒 她經常提她的女兒 然後我聽聽聽 我都覺得她好像我媽媽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最深刻的是珍姐 真的是一個很親切的前輩 我跟珍姐對戲 我是對一場戲的 我是要閉上眼去冥想一陣 就是我很緊張 因為這樣不行 我等待的時候 我閉上眼 我等一下要說什麼 然後怎樣 然後才看著眼睛 看著珍姐 對 有一個呼吸 有些抽搐的感覺 其實那段時間 她完全不知道 對 所以我要閉上眼 因為 跟著我看回經理人 幫我拍的照片 我全程都是這樣 在等待珍姐的時候 但是珍姐很好的 她都會很 我都知道她有一種溫怨 告訴你 你放心說 不用擔心 還有平時我們聊天 都是很潮的 我覺得珍姐 是 她都好像 跟我們一起 有一頓吃飯的戲 我們都一起玩 那些菜 不如大家一起吃這隻蝦 真的 很有一個年輕的心 這樣的感覺 氣氛那麼歡樂 那怎樣處理連場哭氣 眼淚擔當 其實我覺得這套已經不算 這麼沉重 因為我覺得她的確有一些 設定的位置 但是她的處理 是相對比較輕手的 是 輕到有一兩場 我怕我哭不出 那 但是我喜歡這份劇本 是因為她很寫實 就是我覺得 無論你在家 即你的家是怎樣 你都會總會有一些經歷 是會跟我們角色 相對的 所以 我就 都盡量真實這樣做 你那個哭是很特別的 對 唱 唱著歌 這個就 多謝阿羅耀輝導演 她給我 用 憑歌記意 憑歌記意去投射自己 對阿心靈的懷念 所以 所以 已經不是眼不眼淚的問題 而是 我 又沒有在那首歌那裡 唱到 阿心靈的 形象出來 對 透過 阿凱琴的 歌 可以唱得出 什麼叫唱出她的形象 就是 你對我的思念 對 對 就是觀眾 能不能憑我的歌 看到心靈出來 我指南王也是哭的那一場 你自己哭的那一場 對 對 其實我跟Matthew 分開了 吵架 然後 下車就哭 一邊哭 一邊哭 第一次這樣走著哭 那有少少 之前就跳著我哭 之前 都坐在那裡 或者弄傷了腰 就是痛到哭 睡在那裡哭 那一邊走 一邊哭就真的沒試過 原來我有少少不協調 對 就是一邊走 走到很像模特兒 導演說 不要模特兒走 對 對 那我正常走 一邊走一邊哭 是有 怎麼說呢 那個拿著拿著的感覺 就是又未去到聲勢力揭 或者要失去那種哭 但是是有些 因為我覺得是比較 挖強 對 就是背人誰類的感覺 那個是 喂呀 上心同時有班雞拖嗎 不過說真的 又有沒有勾起 現實中最 hurt的分手經歷呢 我又未試過這樣走著哭 真的 哈哈哈哈 對 對 下次試一下 下次試一下 不會的嗎 沒有 你有時逃離現場 然後忍不住 扭了 還是 我會躲進廁所哭 通常都很少走著哭 其實走著是難哭的 是嗎 我經常哭 你女兒說 對 因為要逃離現場 那個走就是不想自己哭 其實你哭是要在一個 你自己自身的空間 你才可以哭到 或者是當你在哭的時候 你才走開 不想被人看到 或者不想留在那裡 你才走開 但是你走著走著 你又哭不了 是 因為你 你 已經 已經 開放了 或者你按住 你抑壓了 是 你未必會走出來 這是人類機制 其實只是 當兩個女生都遺套戲 狂拍洋蔥的時候 Peter竟然說 他最難忘的場口 是關於吃飯 有什麼特別呢 我自己在後樓梯吃飯盒 那段 那段是挺有趣 我覺得 是 我會形容為有趣 因為我覺得工廠大廈的後樓梯 是香港的特色之一 是的 然後在後樓梯吃飯盒 是一種 挺唏噓 和挺滄桑 是的 他就是背人垂餌 我就是背人吃飯盒 是的 即是 連垂餌的資格都沒有 是的 所以我覺得是挺有趣 這個工廠大廈還是阿倫楊偉倫 背著老婆收藏秘密的小天地 老老豆豆 身為男人是米 都一定會有秘密小天地 我自己也沒有這些秘密小天地 是的 因為很貴 就算是 你訂一個倉 你訂一個倉 你不如留一點錢 吃掉它 好了 是的 靜遠斷捨離 不要留那麼多東西 好心 即是跟老婆另秘密 沒有秘密 是的 簡單來說 我是極之相信 女性的觸覺 是給男性敏裔的 所以沒有東西是瞞得過女性的 那倒不如坦白 是的 是的 某程度上 如果我有些計劃 說遲了 我也要受罵 哈哈哈 計劃而已 是的 是的 所以 不要 不要 馬上播出街 又被人 是的 不要這樣 是的 不要這樣 是的 怕老婆會發達 難怪片藥不斷 電影拍到沒有停手 那兩位美女 又有沒有衝勁完美的家庭生活呢 就算和朋友 你不可能一輩子都開心 你一定會有爭解 一定會有磨擦 一定會有起起伏伏 才是一段完整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不會有一個很完美的家庭 家庭對我來說很圓 但我覺得理想的對象是 你覺得可以和這個人一起老 即是我覺得 如果你和這個人一起老 我覺得這件事都挺大 所以 所以 有一個勇氣 去和他一起去 經歷這件事 或者你可以頂得住他這麼久 不錯 那就這樣 與此同時也要別人頂得住你 對 對 真的相向的 相向的 怎麼了 是不是有說話說 不是 那怎麼了 不是 那 我只可以說 不要這麼自大 我頂得住別人 我頂得住 我頂得住你 你啊 你明白嗎 沒有理想的對象 也沒有理想的家庭 我覺得 總有不好 或者總有 不是100%吻合的地方 那有都不是一件好事 沒有很奇怪 你和一個完全遷就你的一齊 都沒有什麼可以說 都什麼遷就你 對 但是我自己的個人來說 我偏向個人論 我覺得就算兩個人一起 或者我是哪個團體裏 我覺得都是個人的 我自己都會為我自己的東西去負責 或者為我自己去努力 只不過是有一個partner 可以和你一起向前走 那我就 不是很 就是覺得需要兩個人一起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那種 我很少這樣的想法 就是 怎麼為之完美 就是接受不完美 對 難道我想住三頂 不夠 要再高一點 不夠 我要住月球 這樣 這樣 你女兒就嫌你 爸爸你太有錢了 我不喜歡地 我喜歡地下 是啊 我真的有想過 遲些會不會 送她去其他地方讀書 但是 那麼快想 同一個 對 做人爸爸媽媽 是這樣的 然後 同一個時間 有另一把聲音 跟我自己說 等一下 她將來長大 如果她說 誰叫你送我過去 是你覺得你為我好 是啊 我不喜歡 我都不喜歡 這樣 那怎麼辦 如果到時候我聽她這句話 我會更傷心 就是我以為我 給了最好的你 給了最好的你 用了整副心機 去幫你所謂的鋪路 又什麼都好 但是誰知道 蛤 現在我又回頭 你為什麼不幫我安排 什麼什麼什麼 是 就是左右死右 是啊 你真的沒有理想家庭 所以不如還是問小朋友 你想怎樣 她自己也不知道 16歲的時候說不想 30歲的時候說 我都說 那時候要 那似乎短期內 都沒有機會 恭喜心靈和Gladys 想看他們組織家庭 要先看電影 那我們 在報道 Memb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